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 这里是津津有味 这期不准备聊好吃的了 准备聊一个拉仇恨的话题 这个话题确实是有一点争议 而且我们看了有一些友台 其实最近也聊过这方面的话题 这个点有点大了 有聊的呢 有聊的翻车的 有聊的 我们觉得可能就是可以聊的更深一点的 所以这期节目准备跟大家聊聊保健品 是吧 对 一提到保健品 可能对于老年人来讲 脑白筋 脑白筋就是还好 是吧 是爸妈经常出门 然后就被小妹妹们拦下来了 说大爷你来听个课吧 送你俩鸡蛋 人生虫草 一旦有什么用啊 就算不出门 这些人都会敲门去推销 对 打电话 对 好像尤其在国内 一聊 就是这些东西 保健品 是吧 咱大家都痛成保健品 还有一部分 其实就是咱们年轻人 经常会遇到的 为什么提到这个话题 最近这个惊惊有味的节目呢 我们聊了很多 是吧 聊什么吃 内脏 是吧 这个下饭菜 如此种种 然后我们在留言中不停的看到什么呢 我们有听有提到 我吃若饭 我吃若饭就好了 我跟你说 我吃太餐就好了 你们别跟我说这些 我就喝那些东西 咱程序员 我认识的 就是一个标准的 比如像郑总 就这个 对 这可以点名的 就强烈的 就是弱饭的一个推荐 不吃饭 吃弱饭 还跟我一直在安利他 我是觉得弱饭这个事 首先 我这个开宗民意 我没吃过 我也没吃 为什么我没吃 我是觉得这个东西 我觉得吃饭给我带来的乐趣 还是比较大的 我吃弱饭 我没乐趣 为了 差不多 维持生命 他可能就是嫌麻烦 想吃饱 这个东西就是 我功能性的东西 我会承认弱饭的一些使用场景 是合理的 对 是合理的 但是我不会把它作为一个 就像张总那种 作为一个主选择 我没得吃 我首先选弱饭 我可能没得吃 我首先选煎米果子 但是因为你可能还爱吃 但是我知道 就是吃弱饭 很多对美食没有热爱 他觉得这个东西 他就是为了功能性的 填补自己肚子的 有一个饥饿感 感觉就是好像味觉确实 甚至他们真的是很懒 觉得吃饭浪费时间 有的时间我可以睡一觉 你说这种还好 他起码是 我觉得算是正确的 使用了弱饭 像我在工作中接触的人 是把弱饭里面 投射了自己很多虚无的愿望 比如害减肥 对 他是指着这个减肥的 这种就有点飘了 对 他为什么弱饭能减肥 他不就是个代餐吗 他是一个全营养的 一个叫综合的一个 他是觉得自己吃的少了 对 他其实本质上 就是减少了热量的摄入 还有是不是因为 以前有一些这种产品 他标榜 不管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 他标榜自己就是可以减肥的 有这种产品吗 若饭豪提品牌名字了 不重要 若饭豪就类似于这种代餐吧 就明确声称过 自己不是减肥产品 对 这种还是非常靠谱 我的感觉就是 正经的这种代餐食品 反而是被以前的那种 跟植到人们 就是脑中的那种印象给害了 就是其实人家是 不能减肥的 对 他诞生是有一定的 这个实际的意义 但是他之前有人 把这些东西做成这种 在他之前的代餐 都以减肥为标项 为宣传点 对 为卖点 而他自己 等同于弱饭就是减肥 对 所以这个产品一出来 不管他怎么去更新 怎么去强调 大家都会投射 把他投射成减肥的产品 对 代餐食品的 这个现在使用的一个误区 基本上就是这样 所以说他不能减肥 大家就失望了 他被包装成这样了 卖的最好卖一点 谢谢他了 因为减肥是大家最大的焦虑 对 就是这个问题 但是张老爷没有减下来肥 因为他减不了肥 人家明确说 他不是减肥的东西 对 所以其实这个话题 就是我们为什么聊 今天这期节目 其实这个话题从这来的 就是我们发现在我们节目录制 前几期节目播的过程当中 很多人就是一提美食 避叹若饭 说我不需要美食 但是我们总觉得 当然若饭是一方面 再有一个 就是我们也有很多朋友 会搞一些保健品 保健品这个词 现在被恶魔化了 对 是因为某件吗 也不是 就是因为是这样 我先说我的感觉 大家可以补充 就是因为是在国内 从当年什么 那个那叫什么 就是出了很多什么 中华别经 三珠 三珠口福叶 脑白金 昂利一号 种种 爱昂利一号 种种这些东西 给你解决是什么问题 其实并没有真正的 给你解决问题 它卖的都是一个焦虑 对 就是中国的保健品 这条线 一直是靠焦虑 这条线做下来的 或者是 它有一个明确的售卖场景 比如说脑白金 就是送爸爸 对吧 今年过年不收礼 收礼就收脑白金 他拿这个东西 给大家洗脑 作为了一种标志物 但其实它 其实保健的作用 我认为 咱不能 这个不能乱讲 我认为比较小 可能是安慰剂的作用更大 可能是 对 可能 不要告我们了 是吧 革虑成分就是退黑素 而退黑素的 这个作用是明确的 在疫情上是非常明确的 这事你不宽敞就好了 对 所以今天聊这期节目 我觉得不仅仅是老年人的智商税 其实年轻人也会时不时的去交一些智商税 最近我们也看到有很多面向年轻人的保健品出来 甚至说最近流行一句话说要喝枸杞 是吧 在策划节目的时候还提这句话 就朋克养生 年轻人慢慢的也被这种所谓的保健品 或者我们叫新保健品所洗脑 他可能不会去买脑外 他都知道这个东西可能效果有限 但是往往在现在新消费下面 也有种种的这种 宣称自己有一些功能的这些东西 到底会不会真的给你一些帮助 其实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 对吧 所以可以大家列举一下 你们买过啥保健品没 我买的最多的应该就是符合卫生素 或者是就是那种微量元素的一个符合的 符配的一个骗剂吧 一般都是骗剂或者胶囊 我觉得你食品工程学博士 你很容易自己能够知道你需要啥 你补充啥 我买这个不是我吃 你给父母吃 一个是给我妈 因为我妈是素食 所以她一定会缺很多东西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怀孕的时候吃 因为我的供给量跟不上 就是光靠吃饭可能很多东西是跟不上的 我只是在这种特殊的这个环境下 我才会买 我不会正常的就是我现在正常吃饭 我就给自己买这种东西 我是不会 你看懂的人就是懂 他说的正好就是那几个需要 对就是需要补充的 这个需求很明确嘛 所以说你不是被市伤税去收割的那一部分人 但是我也会买 就是因为我觉得保健品这个东西 或者叫补剂这个东西出来一定是因为有需求的 就是不是说大家所谓的智商税是因为你不需要买了 那才叫智商税呢 对所以说刚才就是珠峰说这句话的时候 我在想说保健品这三个字到底代表什么 应该怎么定义 对这个东西的话就是说你什么东西是保健品 然后我们买过什么东西属于智商税 什么东西属于我们身体的必须 我们去补充它 这应该是分开来去讲的东西 但是首先我先对保健品下一个定义吧 什么叫保健品 就是你买了觉得这个东西对你 没有用的 对你身体好 对你健康有好处 对你健康有好处 对你买事儿猪肉 它不能叫保健品 是吧 那是解禅用的 对你的身体有益健康 有益健康的 是个正面的东西 对 看起来跟食品不一样的 不能通过咀嚼带来愉悦感的 猪肉不算 那我们脱离智商税这三个字 去聊去说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 对吧 这么说的话有问题 就是说实际上 这个以我们传统的思路 或者说这个做法来说的话 我们一般来说 为什么要吃保健品呢 因为有营养 补身体 对吧 那这边核心两个问题 什么是营养 什么是补 对吧 那我刚工作的时候 给我老二老爷买过人参 补 补 大补 那真补吗 补的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 补采放一下你 补没补 我不知道 不是我吃的 就是你买了 补的是孝心 虚心 对 这就跟买脑白心一样 买的是我的安心 对 补的是自己 对吧 至于他们视频师是不是有用 那就不是我能关心得到的 但是如果你花大价钱买了 而且你告诉他们 他们吃下去 可能也会觉得有用 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们拿到了 能给别人看 补的又是炫耀的 这个 基本 这是第一位 这是一种 是吧 你像脑白心之类的 其实我觉得切合的 都是这样一个需求 对 还有一种 就是给孩子吃的 比如说什么 哇哈哈口福叶 你们还记得吗 我喝过 不是喝一滴 AD盖奶 对 AD盖奶 这是奶吧 那个奶 保健品 不算保健品 对 我觉得它是饮品 因为你喝了有愉悦感 是吧 那你说养了多算吗 也不算 医生菌 医生菌的 也不算 因为你喝它是有愉悦感的 咸吧 你不是为了某种功能去喝它的 就是类似于药的样子的 才能算 对 比如什么 充剂液 什么片 胶囊 对 我印象特别深 就是我中考的时候 我妈给我买过 太阳神口服业 我觉得咱们高考中考之前 我们家 我们同学普遍都在吃这个东西 提神醒脑 补充抵抗力 然后你能考个好成绩 什么的 对 我们 就家大人 他们有一小群 都知道互相推荐 你们孩子吃啥 我们还得吃 不能落后你们 我们小的时候吃的可能就是 什么聚能钙 然后什么 什么葡萄糖酸心 什么补脑子的 我觉得你们还算是比较科学的玩意儿了 那会是这样的 出去以后就会有一个台子说测一下你们家孩子是不是缺钙 反正一个测 谁测都缺 谁测都缺 然后都是至少都是中度的 基本都是中度的 然后你就赶紧买吧 就是这样 对 这是一种 就是这种呢 是属于刚才你说的这种送人参的是属于补孝心的 这个给小孩买呢 属于补焦虑的 就是家长觉得别人家孩子吃 那我家孩子不吃会不会吃亏啊 对 那我也买吧 都是这种 包括现在给小孩上补习班可能也是这种 对 补的好像不是那个吃的人 对 就是家长觉得你应该吃 这是一种 那当然还有一种 其实就是 现在比较普遍的 就是女人怕丑 男人怕快 就是这一类的 现在卖的非常好 这个可以说说你买过什么 跑得快点是比健康啊 对不对 贼哥不是一直追求自己跑得更快一点吗 对吗 不要转移化体 你们说的都特别理智 我跟你说说不理智的 这真的我都干过这事 对 厉厉其实这不是好多爱 年轻的时候 我先说我的吧 我就豁出去了 毕竟我也是胖了二十多年的人 你当年也是蠢过的人 对 我跟你说 买的最多的 就是长润茶 清汁 就这些东西 所有跟减肥相 对 包括现在比较流行的 你们吃没吃过那个碳水阻断剂 没有 都不知道是什么 白云豆提取物 没有 它其实跟奥利斯塔是两个方向 一个是阻油 一个是阻碳水 它是让它不好吸收 对 而不是让它吸收完之后更容易 阻止淀粉酶发生作用 对 然后 好专业 这个神经中枢抑制剂 我就不说了 这个其实到现在 它虽然是禁药 但是还有人在用 现在特别火的 瘦身咖啡 你们知道吗 它里面放了很多这些 就是吃完 你喝完这杯咖啡之后 就特别大一杯 它要求多喝水 因为你吃完之后会口渴 我有理由相信 它里面有可能加了 习不取名这种东西 瘦肉精就是 这个主要成分就是这个 猪吃的 好吧 猪吃都不合法 说错了 不好意思 猪吃都不合法 喝饭给人吃了 然后包括这个 小粉丸和小粉丸 这些东西你们吃过吗 小粉丸我听说过 是说蟹药 对 我们同时有便秘的 说吃日本小粉丸 我会员里面就有 只要上不出来厕所 它就吃小粉丸 从来没有想过 用靠多吃蔬菜和粗粮 来促进肠胃蠕动 它寻求的就是吃 国导和小粉丸这种东西 长期服用 肠道会越来越弱 不是 它主要是有依赖心 会结肠和验病 就是你肠道在被刺激 才能蠕动的情况下 肠刺以往 你不刺激它就不蠕动 对 你会出现依赖性 你做肠镜的时候 会发现肠道有一种 爆纹样的病变 肠镜茶也好像是一样的 对 它其实都是差不多的东西 还有什么经常吃 好多人吃麻仁 软胶囊 对 都是 它不是药 它真的是保健品 对 但是这种肯定会 它绝对不是一个正面的东西 我想起来了 我知道这个问题的根源 所在了 就是中国是这样的 保健品是剑子头的 它是分质量标准体系 和这个认定的 就有那个小蓝帽的 就是它有十字头的 就是食品 剑子头的是保健品 然后药子头的是药品 中国是因为药子头的 这个批号特别难深 所以有很多 我们所谓的功能性的 这些成分 它因为伸不下来 这个药子头 所以它就改走保健品 它相对来说 这个获得的这个批号的 难度要低一些 我觉得国家做的累 但是这个就导致了 就导致了很多保健品 它其实卖的是药 对 我做前期调查的时候 也有发现 你的受众人群 就变成了 我一个随便卖东西的人 都可以卖药 这是很危险的 对 有这问题 因为正常情况下 很多药应该是需要有处方 才可以用的 明白 就是说药这个审批 很严格 很违反 但是见 审批不够严格 不够规划 对 很难 因为药是很难的 你们见过谁吃马卡吗 我听说过 那不就是解决快的问题 我真的在 我们曾经的同事桌上看见过 也不能问有没有用 那你问问的 你快嘛 你快点 我再看上去就是快的 他飞到公司呢 下午又要去跑步 有什么用 他飞到公司 他每天都要吃 他有什么袋鼠 袋鼠精 我们是以利神 好像也是干这个的 谁啊 袋鼠精 对 那袋鼠那个 我告诉你 我们俩去澳大利亚 袋鼠那个都被杀掉 然后蛋蛋拿出来 做钥匙链了 对 我们家有一个 那可能是 是袋鼠体型的一种投射吧 就是你吃完之后会 蹦得快 撕撞 没有 但是他没见过袋鼠 不是每个蛋吃的 但马卡 我研究了一下 我发现马卡这个东西 如果你吃了它 你发现没有用 其实还挺好的 因为它本质上 就是南美的一种萝卜 它在当地是蔬菜 所以它如果 其中不添加 韦哥那些成分的话 它是安全的 对 但是一般人都会甜 对 就是不甜 可能也是让这个人 心情更放松 对 我也是觉得 它可能会有用 它可能是为了 兑现自己吹的牛逼 然后感觉自己就快了 对 慢了 慢了 自信了 我吃过一种保健片 螺旋枣 我给我爸买过 而且买过很多年 我告诉你 螺旋枣对我来想特别有效 我只要吃完 立刻发烧 发烧啊 对 后来我查了一下 过敏 就是确实有一部分的人 吃完螺旋枣就会发烧 就证明我吃那是真的 你可能是对里面的某一些成分过敏 对 我猜大概率是这样 对 就是会有 我吃完螺旋枣 好多人说吃完螺旋枣 可能有利于睡眠 有利于这个 对我来讲就是有利于请假 我好像买过一种 就是我不知道 莉莉你吃没吃过 就是女生好像要吃什么葡萄籽 什么 这个我也知道 抗氧化 对 美白的 对 还都是那个什么GNC的那种 那个国外的 很流行的 就是在尤其是在女生当中 年轻的女生 就我 葡萄籽提取物 对 对 像就是那牌子不能提 S打头那个牌子 他们家旗下的各种保健品 我在我同事桌上基本上都见过 什么银杏片呢 就这些东西 对 各种各种号称天然提取物 对 对 东西 而特别贵 我跟他说 你就去药店买的最便宜 那小白片其实是一样的 他不听 他会觉得那种是药 我吃这个是为了保健 我就一个疑问 提取不就是提纯吗 它不就是化学反应吗 有的可能都不到化学反应 有的就是溶解和萃取 对 溶解跟萃取 可能就是说 我觉得保健品的好多都是境外的牌子 就用起来会比药店的那个便宜的货 看起来会更高 我有个疑问 就是说目前好多人跟我讲 这个你替湿啊 替寒啊 这个需要补这个 补那个 那他们推荐这些补的东西 算保健品吗 什么 一人粉 我记不住 那些玩意儿我通通不信 红米一文粥 这个说什么 去湿的 这个我知道 到美容院说你需要补湿 保湿 我对这个第一反应是说 那我为什么熬成水呢 我吃干的不好吗 你喝不下去啊 嚼嘛 对不对 喷出来 嚼了就不算保健品了 我是觉得就是说 今天我们讨论的还是说可以量化的东西 嗯 就是湿也好 干也好 火热也好 这些东西 寒也好 有个指标 这些东西你不可测量 你说那今天怎么聊 没法聊 对 对吧 没有一个可以评测的依据 那谁知道效果是什么呢 对 所以今天我们不聊这些了 对吧 聊的还是说我可以有一个相对比较明确的效果 比如说我吃两天一定高烧38度 这就有明确效果 哪怕说我去医院做个检查 哎呦某个指标变了 变了 这也是有用 确实确实 咱讲的都是这种 或者是说我明显说我有一个量化的感觉 比如今天我吃完了 明天这个 慢了 去 你就逃不开这个话题了 或者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我不能说我有什么标准的改变 我有什么值的改变 你可以告诉我你这个里面含多少什么东西 也可以 就是有量化标准 对 这也是 但是这些东西对我有用没用 咱可以分析 咱可以坐在这儿 咱一会儿去分析 可能对某特定人没用 但是对于一个群体来说 它有一个统计数字上的意义 对对对 所以我是觉得反正对于保健面 我的印象就是说我没吃过太多的保健 唯一吃一个可能还让我发烧了 可能你没有什么身体需求 你觉得自己没问题 你才不吃 没有心理需求 对啊 我给你买的铁片铁剂 那应该也算吧 那个算你绝对算 算算 它贫血嘛 对 我给我爸也买过 它这个还挺有效果 他另外就便秘了 还搭配小粉丸去吃 我这个人有一个非常好的特点 就是我这个人对任何的药物 都非常敏感 我吃下去一定有用 除非你给我吃的是安慰剂 否则一定有用 变粉片会变胖 就是我对所有的 吃进去的东西的效果反应 是特别敏感 所以你们有空可以拿我来试药 那你这个是特别优秀的 一个体制 那需要安排一个对照组 可以正起来用 你可以担任 这个一品赫尼红品鉴官 一次就完了 咱可以说说 就是现在我们遇到的这些 所谓的保健品也好 或者有的叫营养补剂也好 是吧 有很多 特别是莉莉这边 可能有很多很多的样本 就是你的学员们 可能在加入你之前 可能就各种去找 这些东西去吃 对 那这里呢 我觉得可以给大家列一列 就是什么东西 可能是 完全是直上睡 什么东西 你用不好 它就变成了直上睡 或者是什么东西 它确实有用 或者在什么场景下有用 这个可以给大家去 列举一下 是吧 就完全直上睡的 我觉得还挺多的 就是卖给老年人那些 基本都是完全直上睡 我们很想点名 咱是不是点名也不合适 不太合适 人可能会来打我 但是咱就是讲是什么东西 大家可能也就知道了 灵芝包子粉 我有个师兄就在干这个 首先灵芝好不好使 这东西都另说 去年一年在肿瘤院门口 就你进出那个门 你听到的最大的喇叭声 卖的就是灵芝包子粉 第二就是骆驼奶 骆驼奶 对 哎呀这多兴了 这两个卖的特别好 说就是提升 就是提升你的免疫力 因为它骆驼奶的 蛋白质含量特别高 然后这个灵芝包子粉 这个其实我奶奶也吃过 就是就跟你买 人参其实是一个意思 就是而你买这个东西 觉得你行笑了 对对对 但实际上没用 不是我有个问题 不好验证 免疫力到底是什么呀 就它一定越高越好吗 大家都在说提高免疫力 免疫力过高 可能会有一些 就类似抗劲那种 免疫力过高 那叫免疫系统疾病 比如说什么红斑狼疮 强制性脊柱炎 那就是免疫系统 在疯狂的攻击你的人体 弱一点的叫过敏 什么之类的 弱一点叫艾滋病 我知道的免疫低下是什么呢 是高强度运动之后 人体会关闭免疫系统 会导致这个阶段 特别容易发烧感冒 或者是着凉之后 着凉其实也是属于肌肉 过度紧张 因为是冷 肌肉会收缩发热 会导致你肌肉过度紧张 然后其实跟高强度运动很类似 这里就可以说一个题外话 很多人觉得无数人每天都跟我说 你别着凉会感冒 还会关节炎呢 关节炎的另说就是感冒 你别着凉感冒 拉锡 拉锡 今年不能感冒主要是 主要是今天你感冒不得被隔离 你基本上会被捅嗓那样 别着凉 我说这个事咱是这样 咱先论一下 你为什么会感冒 是因为着凉感冒 还是因为病毒感冒 对吧 是因为你着凉之后 就像刚才C哥说的 你的肌肉收缩 你会付出大量的能量和体力 来解决冷的这个问题 所以你的抵抗力会下降 病毒会入寝 如果你没有那个病毒环境 或者是你每天坚持洗手 戴口罩 预防措施做得好 你再这么着凉 你也不会感冒 这个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 很多人有这个误区 说我一冷就感冒 没有 不可能这件事情 曾经国外有人做过试验 就是把一堆人扔到大冬天 扔水房里洗冷追找 然后还有一个对照组 然后发现得感冒的几率 是相等的 对 不会说你冷了一下 你就感冒 不会 是因为病毒入侵才会感冒 所以抵抗感冒 最好的办法是 做好预防 戴口罩 亲洗手 这个问题 不是着凉你就得新冠了 没有 没有这个事 这个一定要破除迷信 还有一个是因为冷的环境 可能对病毒存活更好 更容易 对 所以它可能 起到了一个促进 对 所以就是这个概率 就是你得感冒的概率 反而会更高 对 对 所以 对 接着说吧 莉莉 这有点跑题了 普通胶原蛋白 哎呦 我这个市场 真的太专业了 能说人话吗 吃猪蹄 不 这都算好的 这都是好的 鱼越 我吃猪蹄鱼越 吃驴皮 驴皮 吃驴窝 我跟你说 真的我刚工作的时候 我刚来北京工作的时候 我同事送过我一盒 胶原蛋白粉 妈呀 蓝莓味的 你别提多难喝了 我是为了所谓的胶原蛋白 我硬喝下去的 那时候你信吗 我信呢 我当然信了 里边有糖吗 有 特别甜 然后皮肤会更不好 是吧 补的不够 我某一任前女友 就特别喜欢这个东西 就是经常性的 就是当药喝 现在还有很多那种 瓶装的液体 瓶装的液体 就不用你自己调了 我们公司就在出 胶原蛋白饮 对 瓶装的 有冲的 有瓶装的口服液 我会员里还有卖这个的 胶囊 胶囊 也有胶囊的 但是 对 胶原蛋白这个东西 如果你做过研究 会发现 你完全吸收不了 我跟你说 你有多少不信的 就有多少信的 对 这个市场实在是太好 太好偏强 我就想 如果真的 就是胶原蛋白 这么大的颗粒都能吸收 那你离死可能也不远了 而且胶原蛋白 是一种非常质量不好的蛋白 对 它的营养价值非常低 同理就是恶胶 咱们辟谣 辟了那么久 那么多科普的大号 说恶胶其实没有用 没有 这P谣也没有用 信的人还是信 对 我们的收听听众还不够广 这个我们听友加油 帮我们传播一下 对 其实呢 我是觉得 恶胶这两年 如果我们看某企业的 这个销售的这个年报 因为它是上市公司 其实这几年的销售 是越来越不好的 所以 其实这个东西 越来越多的人是明白了 只不过呢 如果从大数群体来看 难道不是因为消费降级吗 不是 是这样 你那个厂的销量下来了 但是各种自制恶胶 它可能用的不是恶胶 然后它会告诉别人 你从我这买的是恶胶 微商是吗 但其实相信的人没有变少 那你要这么说 那燕窝呢 没有 我区别不大吧 燕窝今年买多好啊 那么多大牌明星代言 不想说了 我还挺喜欢它的 好生气啊 你是喜欢燕窝 还是喜欢明星 那女明星 燕窝这个东西 就还可以跟大家说 完全就是智商税 就是 这个我可以非常负责任说 没有任何功效 就是如果有人跟你说 你以后会非常迷恋 别人吐一口谈你吃 你根本不会相信 但现在就是这样 对啊 那不就是燕子的口水吗 想想它就吼了 它最多也就是有点氨基酸 对吧 氨基酸 有一种东西叫 里头就是说富含唾液酸 听了就不太想败 因为唾液酸人自己就能分泌 有人去研究嘛 说这个东西 它吃了这么多年 肯定是有用的啦 什么这种这种言论 然后就有人去分析 它里面的成分 感觉就是可能 能拿出来说的 就是这个脱液酸 但是这种实验室的 所谓的这种有效的结论 和真正这个产品 到了产品这个阶段 对于人的影响 实在是差距 它这个研究本身是有问题的 它是为了证明有效而证明的 对 我想说的也是这个 对啊 现在好多所谓的学术研究 论文报告 其实都是先预定了一个结果 我去找证据去证明 这个结果结论是对的 对啊 这不是结论来拿不到经费 这不行了 但做出这种实验 证明有效不难 非常简单 只要你不客观就可以 而且我必须要说一件事情 就是从去年这个疫情开始 因为燕窝主要产地是东南亚 这个燕窝的进口基本就停掉了 现在你如果还能买到燕窝 你想想 是不是产量还上去了 销量 销量还上去了 所以这些燕窝都哪来的 是不是燕窝 恶交厂出的吗 很多燕窝呢 像前两天某手的某巴 那个主播 然后翻车 就是因为它里面它就是糖水 它就没别的成分 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凝胶 对 那你感觉是有一个固体物质 但是那个固体物质 跟燕窝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最早不是拿那个粉丝替代 鱼翅 鱼翅 不是一个道理吗 其实东西都差不多 对 我第一次意识到 这个年轻人吃保健品有多凶 是因为无心 咱说它没问题吧 那节目都上 我都不知道这人是谁 没事你说吧 就是快大本营那个女主持 他上那个节目就是 无心 那女的简直是主持 还要讲太差了 你说吧 什么是咱家那闺女还是什么 就这么一个综艺 她每天要吃大量的 就那个 一把把的药 对 一把把的药 不是药 保健品 保健品 剑子头的 对 甚至有一些保健品都不是剑子头的 你去仔细查 是十字头的 对 像恶骄这种很多都是十字头的 就像它那种吃法 真的有可能对肝肾是有影响的 它那个量太大 它不一定 有可能会长发 除非 对 因为它没有对肝肾 不会到肝肾 而且很多明星会标榜自己出门的行李里面 是有药盒的 我每天要吃多少多少种补品 但是这种对吗 那必然不对 所以你想表达是什么呢 就是这种明星每天吃这补品 其实是他被受了至上水 我总觉得他可能还带货了 不 我觉得人家会问你一个问题是说 那我该吃什么呢 这里有一个问题 我觉得特别奇怪 就是我最近也遇到了 就是很多明星吃这个 我也看了很多报道 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 明星你都这么有钱了 你难道请不到一个靠谱的营养师吗 我一直有这个疑惑 包括明星减肥 对啊 你找不着一个靠谱的人吗 还是说你就为了带货 你这么说 我的感觉是跟刚刚咱们讨论的那个问题一样 他相信什么 他就相信什么 就是说营养师跟他说他也不一定信 就是你想营养师如果逆着他 他把你开除了好不好 换一个他顺着我的就好了 反正照样给钱 对啊 你看 对于他来说没有任何区别 前锋减肥是瘦下来了 他那个营养师包括教练 俩人是同 两个角色是同一个人 在抖音上开了号 然后也会分享他那些食谱 但现在前锋 你看他胖成什么样 对 就是这种 就是我不能说这种叫你们所谓的信息减防 但是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你相信的你就会更加相信 有这种效应存在 但是这种会给普通人带来很大的误导 对 因为他是明星嘛 他是公众人物 对 其实我们也就挺相信这些的 我就跟他说你去 可能我说这话有点片面 我说你去想想你 像你追的那个明星 他上过什么学 对 受过什么教育 这不是一棒打死所有人 我就说某些人真的是 对 他的知识体系不足以支撑 支撑这个判断 影响你去效仿他 对 可是我觉得吧 有些人会这么想 是说他那么有钱 他选择的范围比我大很多 他见过的东西比我多很多 他选的这个肯定比我选的要准 尤其他选的这个还很贵 你像我工作的时候 你看我接触最多的人是吃减肥产品 我经常去祸害一个明星 对不起 对不起韩红老师 我经常说的就是 如果这东西真有用 韩红老师早就受害 对不起 对不起 好吧 你说的很有道理的样子 对 我一直觉得这个孙岳再帅一点 其实挺好的 对 所以还是要加强自己的知识 而且还有一部分同学 我觉得这更要命 什么呢 吃处方药 见过吧 吃二甲双瓜减肥的 我知道就好多 我也知道好多 我会员里还有 就真的跟我说 我现在吃二甲双瓜 其实效果挺好的 我能说什么呢 首先要说一下 二甲双瓜的作用是什么 控制血糖 对 它是治糖尿病的药 它的目的其实是给你去降低胰岛素受体的作用 这就是说控制血糖 说败了 就是控制血糖 然后它的副作用是降低体重 它是利用副作用去减肥 还有吃什么奥利斯塔的 奥利斯塔你们 莉莉肯定知道 奥利斯塔 我后来在经济允许的时候试了试 它并不能完全 就是你不是你吃多少 它能给你排多少 排多少 可能也就能排30%吧 不可能吃多少排多少 但是这个观感是非常净差的 对 就是让你觉得这个东西有效果 对 你没法数啊 是30%还是40% 但是它觉得我吃这个东西油能排出来 油能不吸收 肉眼可见 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 你胖可能不是因为油 你吃俩馒头 它可是解决不了的 而且最关键的是 当你认为你吃了这个 它会帮你排油之后 你会吃更多 对 我还没见过吃奥利斯塔瘦的 反正我的后颜礼是没有的 就是吃这种处方药或者是这种东西 禁药 禁药还有很多啊 就是有很多减肥药后来被那个停产了 就是因为加了很多禁药 就是可能会引发一些心脏上的问题 心血管上的问题 这种不让吃 但是有些保健品 打着保健品的旗号往里掺这些东西 对 就像那个什么马卡里面餐伟格一样 他往里掺这个东西 让你觉得 这是这个东西 比如说他说韭菜可以减肥 实际上他在韭菜上刷了一层 那个禁药 这个最简单的就是这个包裹 云南白药的那个牙膏 说呢 止血 其实它上面是有那个凝血剂 对 它直接加凝血剂进去 这个太可怕了 那能不止血吧 把真正问题隐藏了 对 所以还有一部分这种 就反正我是觉得再有一个就是带餐 就是刚才我们节目一开始说了这带餐的问题 哎呦 我是觉得 咱们尤其啊 我知道程序而群体 程序而群体 它的这个价值观在哪呢 就是我希望简单直接有效 嗯 对 好执行 好执行 好操作 好操作 我觉得更多的是在乎精神上的享受 而忽略这个 那你觉得带餐有精神上的享受吗 没有啊 它是用这个来节省时间去享受自己的精神 对 哦 它是把时间成本降到最低了 对啊 嗯 然后带餐这个东西 我是觉得可能啊 我觉得这个可以历里来讲 可能阴阳成分还行 比较均好 对 对 但是呢 有很多人把它当成一个 就是我节目一开始说减肥的东西 它的使用场景错了 嗯 被宣传错了 对 或者说即便它是正确宣传的 你使用错了 嗯 因为你对它抱有期望 对 你的预期错了 对 其实正确的吃带餐你是可以瘦的 但关键就是你不能一直瘦下去 你要搭配 比如说我吃一个这个杂粮类的带餐 我就把它当成主食 嗯 而不是当成搭配主食吃的粥 对 因为它比起 比起那个这个固体的主食 它可能更容易生糖 嗯 对 嗯 就是话说回来 其实 所谓的健康问题 健康的痛点 每个人都有 嗯 那天啊 我去谋首 这个公司 这个谋首 这个公司啊 在哪呢 在C27 我好多年没有去C27了 啊 做短视频那家 对 我说今天我终于去了一趟C27 因为 往往啊 现在因为在做这个文化产业 其实基本都集中在东边 对吧 很难说跟C27的同学们打什么交道 但是呢 哎 好死不死 那公司在C27 我说去吧 然后我发现在C27就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C27的那个办公楼的电梯里全是直发的广告 著名的地铁站俯视图 对 就是那个站 我还站那个天江上俯视了一下 发现大家都戴帽子 咱们经营的道有这个帽子出吗 有有有 可以有 大家可以去文贝店买是吧 这不重要 我就说这个健康的痛点 你别管多年轻 你觉得你自己身体多名欧逼 其实都会有一些健康的痛点 无非就是说 你能不能感觉到的问题 或者是你觉得它是不是一个问题的问题 对吧 比如你说掉头发这个事 它会不会困扰你 会不会困扰你 困扰的话 那它肯定就是一个问题 对 比如说 我觉得大家 咱可以各自说说 就是大家觉得困扰你的 这个可能是健康的问题 是什么 我先说 我觉得比较困扰我的 可能就是失眠 我也有一点点这样 但我不是长期失眠 朱峰你是不是 就总是睡不好 对 我现在分不清楚 是因为我干活时间太晚 然后在入睡之前 可能还在兴奋状态 我也想问 你看我睡得晚 我可能有时候两三点 三四点才睡 这不算失眠 对吗 因为我沾整头 我就着了 那就算 我觉得 失眠不规律 我觉得朱总 这个可能说的是 入睡困难 入睡困难 没错 因为他睡不沉 对 我现在有一个偏发 就是听某些不喝节目 我听完就睡 他听鬼故事 他能睡着 鬼故事也可以睡觉 一下子你背言语单词 你是 我就是这样 如果我真的是 非常难以入睡 我就拿本算法书 看了一句 那还得开灯 那还好 我觉得我最大的问题 就是我可能需要吃一些 高碳水含量的东西 去缓解情绪 对 很明显 就是比如说 我最近一段时间 工作特别忙 我也努力的需要去 就是让我的饮食更健康 但是我一定会 可能有一天或者两天 我控制不了 然后那一天 我就彻底不控制了 我就就是想吃什么 吃什么吃到爽 这个反应特别正常 对 就是因为 可能工作压力太大的时候 会有这样的状况 所以有人他就是 会抱不幸的那种 对 然后莉莉就说 我是暴食症的 这个什么 叫什么 前妻 前妻患者 有些人就会一直 这不停的去暴食 对 你还是有一天 他可能是 我会有这种 有意识的去控制自己 我也是工作压力 大的时候下午 就总是不停的去吃零食 屋里头必须得我吃了 我觉得咱们这种还好 还能意识到自己吃了 好多人意识不到 然后就说 我怎么胖了 很有这种 然后那个叫工作 什么什么压力肥 对 然后就变成了 我怎么很认真地减了肥 但是体重却不掉 对于我来说 所有各种各样的 这个精神类的问题 运动通通可以解决 就一个事我考不定 掉头发 你是大岁数吗 雄性激素分泌过多 我觉得掉头发 有一个问题 是我发现的 就是好多女的都说自己 一个是女生容易说 自己掉头发掉的特别多 当然那个马农除外 然后还有一种 就是这个生完孩子之后 说自己掉头发特多 我觉得女生掉头发多 我后来我仔细观察了一下 我的发量 其实是相对比较稳定的 女生之所以觉得 自己掉头发多 是因为你的长头发 特别有存在感 你一根 可能就一团了 所以你可能掉那么几根 你就觉得好多 一团头发 这是一个 我的感受是 只要有事熬夜 然后就能感觉到 自己掉头发比平时多 会不会是因为熬夜 出油就多 确实出油会多 但是不是因为出油多 所以 那肯定是 那肯定纸意性的 你认识 有可能吧 够案了 还有就是 需要吃什么宝夜品吗 还有就是 生完孩子掉头的多 是因为你生孩子 怀孕的时候 你的身体内激素特别高 激素变化 然后它就能支撑 你有更多的头发 所以其实你生完孩子 掉的头发 是把你 多出来的 是把你过去十个月 没有掉的头发 统一一块掉了 所以你会感觉特别多 这是两个 所以莉莉的肠道问题 是吧 对 就是我 如果我 因为我平时吃肉比较多 然后碳水 我吃的不是特别多 所以我有的时候 为了缓解我的 这个排便问题 就会 就是 也不叫报复性的 就是疯狂的吃蔬菜 比如说我一顿 超个三四斤 就一顿吃下去 才能保证我明天 能顺利的排便 不是便秘 就是 就不舒服 不舒服 对 我跟莉莉是一样的 就是除非自己强迫自己吃好多 否则 但是我不care这个事情 无所谓 我care 就是这个事情 就是看你自己介不介意了 我觉得他 就是为什么care 是因为他第二天真的疼 不疼 你不疼吗 我是疼 我不疼 是胀的难受 胀的难受 你爬不出来吗 我也不胀 我觉得自己不轻快 而且我有的时候 这个症状最严重的时候 我出差的时候 就在外地的时候 就是可能在外面 跟不在家 就是那个体验不一样 我只要一出门 别管去多长时间 我就是一天 有追走 出门不上厕所 对 就不来 然后一到家 第一件事就去厕所 你们都这样 对 特别的明显 这件事 而且平时我关注的医学号 好几十个 就是你知道这些东西太多 有一个不好 就是你总爱观察自己 会有暗示 对 越出门 所以一旦我身体 哪些反应是 出乎我 就是脱离了我的那个 那个判断的 我就觉得特别紧张 对 有时候出门 我还会带着药 会带着 带着 对 我出门一定会带各种药 对 特别紧张 然后我还有一个 就是 我就觉得我自己 压健康 我不知道你们 有没有那种感觉 就是说一天到晚睡不行 咋了起来睡不醒 容易疲劳 疲劳 然后晚上的话 到家就没精神 然后 我每回考虑 长运气之后都睡不醒 那你是累的 那我不是 就是你 你明知道你这些事情 你可能身体已经越来 就是说越来越疲劳 感觉身体被掏空 对 越来越疲劳 然后你就是想 想休息去 缓解这种疲劳 但是你就是完全 缓不过来的那种感觉 然后我就觉得 你的身体就明明感觉到 就是 很健康 但是就是 什么 哪都浑身不舒服 有点那种 也没力气 然后也虚 然后也特别爱容易感冒生病 就那种感觉 精神紧张 倒是 有可能 对 然后也没有任何的这种 就是病理上的症状 是吧 没有 然后想运动改善一下 然后运动完了以后 第二天就发烧 抵抗力弱 对 说到亚健康这个词 那严格说来 是不是没有 没有不亚健康的 这个定义 没有亚健康 这个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 如果说你买的保健品 说治疗亚健康 对 那基本你就不用看了 对 就因为根本就没有亚健康 那我就是不健康 就是 不是不健康 叫状态不好 对 就是说 一般来说 这里边有几个情况 一般过度劳累会分几种 一个是体力 对吧 体力的话很正常 我们睡一觉 休息好 就恢复回来了 精神的话 怎么缓解 那这个事是需要 放松精神的 对吧 但是我们工作状态 决定了 我们睡觉 放松不了精神 对吧 总在那个状态里面 对 还有一种是 刚才周锋说 那个高度用脑 这个脑的状态 缓解不了 就我的身体 和我的脑子 根本就没有在休息 因为脑子 它不可能休息 我告诉你 我最近做梦 都在做节目 对啊 因为是 你不可能让脑子 什么都不想 对 唯一能做的事是 想简单的 说什么玩个戏 对 高度重复的动作 是让脑处理简单的事情 它是休息 我是觉得人体 其实每天都处在 就是不可能停止的变化中 但是你不会按照教科书 去健康生活 那不可能 你也达不到教科书上定义的健康 没错 所以才有了亚健康 这个 这一个非常好的营销概念 对 对 比如说外卖这个事 你说肯定谁都知道 绝大多数人可能都知道 自己做饭好 还便宜呢 问题你躲不开啊 外卖 你怎么可能 尤其工作特别忙的时候 你怎么可能 包括像我们家最近 这两周都在点外 就没有自己做饭 为什么 真没时间 用一个老词说 双职工带孩子 对 你哪有时间 去弄饭啊 什么的 你又耽误一点时间 对 对吧 你本来就挺忙的 加上堵车 所以你没有办法 用这个非常学院派的风格 去管理你的摄入 健康这些东西 对吧 所以会造成各种各样 比如说刚才 书西提到这个亚健康 其实亚健康这个词呢 是个伪科学 这个我们必须要提出来 这个词绝对是伪科学 如果说保健庇说 我改善了亚健康 这个你就不要理它了 对 就是它只能改善 某一个症状的点 某一个点 或者让你精神更加舒缓 让你缓解这个焦虑感 这是有可能的 或者你确实缺什么 它有可能会定向的 去补这个东西 亚健康这就太泛泛了 是吧 到底哪 没法定义 对 它不是一个明确的概念 对 它也没有一个指标 可以衡量 但是我是觉得 它符合寻证医学 对 但是我是觉得 亚健康这个词 透露出来一个信息 就是说 我知道我身体不健康 但是我不知道 我需要做什么 更多的是针对这种 我觉得我不太好 对 而不是说我不太好 以及我觉得你不太好 对 然后卖东西给你 就跟我去买人身一样 解决的是我认为的问题 我觉得大家可以总结一下了 就是到底咱们现代人 尤其就是我们听有这个人群 一二线城市 然后工作也挺忙 就是这些人 真正的遇到的健康问题 都会集中在一些 亚健康这问题咱不提 对吧 这肯定是有问题的 说具体的吧 对 可能会有一些什么问题 我见过最多就是体重管理 体重管理 就是 胖子 对 或者说 你觉得你每天吃的非常的对 就按照我 就是制定的方案吃的 它体重就是不降 我见过好几个这样的 但是能分析出来 它是因为什么 就唯一的问 唯一的不好的地方 就是不好改善 因为吃是可以很直接的 就是能做到的 但其他的影响体重的因素 是不容易做到的 比如说睡眠 比如说减少压力 比如说让肠道更健康 这些是很难立竿见影的 还有一种是情绪调节的问题 对 我们一同事 就中午要出去走 大概一小时 我说你的走一小时 运动量其实是达不到的 达不到运动这个标准 也没有运动效果 你不如直接趴下做俯活撑 一分钟就够了 但他想了半天说 我还是出去走走吧 那我第一反应是 他其实为了调节自己情绪 对 而且这个行为你要支持 他愿意做这件事 我是告诉他这个事情的本质 他怎么决定是他的事 对吧 所以我给他判断结果是什么 他是因为有压力 要出去走走 透透气 他不是需要运动 对 他是需要出去 对 这是一种 对 还有什么 经历问题 经历问题 就是睡不醒 就是刚才舒淇提到的 睡不醒的问题 睡不着 睡不醒 你们刚才用的词叫 感觉身体被掏空 我感觉不好的时候 是感觉身体被塞了好多东西 整个人是沉的 抬不起 就不愿意走动 抬不起手 然后就喜欢躺在床上 我也有过这种感觉 我觉得不是被掏空 我觉得是已该动动 但动不了 对 有那个向往 经历问题 你觉得是被掏空 还是被塞满 这好像好奇怪 差不多吧 跟莉莉说的差不多太多 其实就是经历问题 对 经历不知道 就已经被消耗光了 就没有经历 在做别的事情 没有动力 做很多事情 我们学院里边也有 就是说 我太累了 我想动 觉得动不了 对 我觉得可能 还是压力太大了 他知道什么 对他是有用的 而且就给你做好了方案 比如说 刚刚你今晚 就做这几项运动 你只要做就行了 可能用了也就 也就二十分钟 就完事了 对 不行 他会说 太累了 做不了 对 有的时候 这个累 是分身体上 和脑子上的 三种 身体 脑 和情绪 情绪 对 因为这个时候 一说累的话 毕竟是这三个 可能我们 并不是做体力劳动 所以说这个肯定 不是身体的疲劳 但脑子的疲劳 它有的时候 你不是说 受你主观意识 说你停下来 你就 停不下来 对 你是不可能的 在一些外界的压力的情况下 包括你的这个自身的一些 驱动力的情况下 你这个东西 你 你只能说是 通过一些其他渠道 你转换你的中医力 然后做交叉的这种 这种休息 然后你可能还能停 停不下来 脑子累呢 是体现是说 就始终在想一个事 对 惯性 而且你不能让我停 我停了 我这事马上就要想出来 你让我停怎么可能 情绪的这个压力 情绪的问题 就是觉得自己压力大 就总在焦虑一个事 就是情绪的问题 然后身体疲劳呢 是动不了了 就动不了了 对 所以说真的动不了 对 真的动不了了 具体从表现上来讲 会有那些 刚才我说的都是 很主观的感觉 一个说空了 一个说满了 是吧 比较能够客观的判断出来 你可能会有一些 这些问题 比如说 咱就说免疫力下降 这事吧 可能会有那些表现 这个我不熟 这个力量 因为我确实没有这么多感觉 说实话 就我还好 就说了睡眠问题 我提一个 就是我觉得我自己状态不好 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症状 就是口唇起泡 就那个泡疹 还有口腔溃疡 这是非常明显的 就是一旦很忙 尤其是在很忙的时候 你的饮食也一定不规律 和不健康 一定是有一些原因导致的 对 然后再加上情绪 一些睡眠的缺乏 或者是这种情况 叠加起来 到最后 最明显的症状 就是长炮疹 然后它好几周都好不了 对 包括老年人容易得 这个带状炮疹 也是因为人到了那个岁数 你的免疫系统 整体的这个机能就下降了 而且还不好调节 它不容易好 它不是一个立竿见影就能好的事 对 就说这个免疫力下降 以及提高免疫力这个词 真的挺虚的 而且免疫力这个东西 我不是说你抽血去测一下 我有多少个 对对对 什么中性的 没有用 血和尿 其实基本上只能判断你缺了什么 矿物质 微量元素 对 就是它能量化的指标 其实还是挺少的 对 对 很可怕 还有刚才丽丽提到的这个肠道问题 就是很多人吃蟹药 其实我们每个人肠道都会产生 这个 那叫益生菌吧 自体会产生益生菌 就是共生菌 对对对 每一个人的这个肠道卫生物的菌群 包括它有什么菌 每一种菌有多少都不一样 这个所以就说 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都在吃一生菌 就包括养乐多 这种 对对对 酸奶 大家都在说 甚至还有人直接吃这个 就是菌的那个片 对 冻干粉 这都有人吃 然后就是大家的普遍的反应就是不一样 有的人就是 吃完立刻就有效 那可能就是它跟你的菌群产生了这种增益的作用 Match 对 还有一种就是我吃完反而更不行了 它可能就是跟你的这个菌群 就是完全不配合 还有更多的人是吃完没有任何用 所以你的结论是吃这些东西没有用 吃菌没有用 吃菌没有用 直接吃菌没有用 更何况我们吃的这个菌的剂 它在加工过程中 那哪些东西是益生菌呢 双奇感菌 就是它现在你在酸奶上面 什么养乐多啊 熟理 对 熟理糖菌 都有 对这些东西 其实没有用 我的结论是 缺的有用 你缺的人吃的 它会失活 对 这是我刚刚说的嘛 就是即便你吃活菌下去 可能大概率都没有用 就是说 更别说你吃了进去以后 它活菌并不多 就是说 外来的人口会被当地人打死 是这样的 所以应该吃的是 呃 刺激我们肠道产生 不要用刺激 培养 呃 培养 培养它就是呃 让它活起来的 对 实物 我们吃东西是为了让我们活下去 我们也应该吃一些东西 让我们的肠道 能活下去 对对对 吃一些它们的食物 啊 激发它们的活性 所以吃什么 让它们能活得更好 吃一生圆 对 菊粉 它的商品名就叫 对对 比如说它商品名就叫 低聚果糖 嗯 或者叫熟理糖 或者叫水酥糖 菊粉 对都可以 我理解是一般这种看不懂的瓶 很化学的都很便宜 确实不太贵 当买这么一个药吗 还是说它是在某些食品里面 对我还是没明白 你在哪能买着 药店 复食店 他说它是在某一个食品里面 就包括 大部分都是以保健品的形式存在 某宝就有 我买过 对 保健品的话 就叫什么什么什么粉 对 你就拿到 一生圆粉 符合一生圆粉 嗯 或者叫一生圆粉 或者就是 你要是简单 它一生圆粉里面那个配料 它会告诉你里面有什么什么糖 对 或者你要是简单 你知道这个成分 你直接去买低聚果糖粉 也可以 对 很便宜 它是一种工业工业产品 那有摄入量的问题吗 有摄入量的问题 但是 因为它本身没有任何的味道 你一般大概率不会吃多 你不会拿它当饭吃 是这个 所以吃多也没事 有事 你看我买的那个 它是一包是三克 你也买过 我买过 你是各种试药 对 我做调研 我是觉得这个东西不能叫吃多了 没事 你吃什么多了都有事 对 起码撑是吧 就是这种摄入量 在这个膳食 营养膳食建议指南里头都有 或者说你如果买一个是箭字头的 它大概率会有一个指导使用标准 是有的 就是你不要超过它这个标准区就可以了 对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 你说很多人 这次我们去做这个节目调研的时候 很多人说 这个保健品我沾都不想沉 对吧 明确拒绝 对 我看就是回答明确拒绝的人是非常非常多的 然后我就突然觉得这些节目更有聊的必要 就是可能真的大家是被那些洗脑的保健品被误导了 误导一方面误导呢 就是有一部分人误导是买它 一部分人的这个误导是觉得保健品都是职商税 我就不应该接触任何补给保健品这些东西 但我觉得这两个极端都有问题 觉得是职商税的 是自己真的被收割过还是 我看了调查 很多人没有被收割过 就根本没有买过 就是没有买过 就是因为可能看周围的人被洗脑了 他就觉得这东西没用 但是别人一直都在说他潜移谋化的 被过度营销产生抵触 我觉得是对营销这种手段本身产生了抵触 还有一部分的就是咱的听友都是程序二居多 他觉得这是一个他理性的表现 对 这也是一部分 我觉得这边还有一个可能性是什么 是说你这保健品说的所有的功效 统统是无法验证的 对 这个时候又理智起来了 没办法 但是他没有意识到他自己掉头发 那也是问题 说我呢 对吧 掉头发 其实咱很多群友都会有人掉头发 然后睡不着觉 你看天晚上三点群里热闹 睡不着觉 然后各种各样刚问我提的口腔溃疡 各种各样健康问题 其实蛮多的 但是大家意识不到 这个东西可能是因为我缺点啥 就是大家都会对这个东西特别抵触 就觉得你 我不想让你来收割我 觉得我从食物中获取就可以了 我均衡饮食就没问题了 但是问题你想想你均衡得了吗 大部分人是没 不可能做均衡饮食 你天天吃外卖 然后你会跟我说我要均衡饮食 这是新的 对 就之前有一个 我们圈里有一个课题叫 营养师会买什么补品 你不管具备多少知识 你该做不到还是做不到 买不着又买不着 对没有就是没有 对 你像每天吃绿叶菜 这个事难度真的很大 其实挺难的 比如自己回家做菜 包括出差的 回家比较晚的 真的是做不到的 还得吃够 对 有的人可能吃掉 你吃够亮的 你看外面那青石沙拉 里面就店底都是生菜 生菜的营养价值 其实就那样 大部分是水分 你要吃够那么多膳食纤维的时候 你这个菜得吃多少斤 它全是水啊 对 新鲜蔬菜最容易保存的是黄瓜西红柿 你看我给 没有什么纤维素 对我给会员列的那个 你买蔬菜的时候 我建议你按照优 纤维素的含量做个优先排名 或者蛋白质的含量做优先排名 为的目的就是让你获取充足的膳食纤维和蛋白质 饱腹感吗 我们日常在外卖套餐里面看到的蔬菜 都排名非常考好 不可能 不可能在前面 前面的谁给你准备 不可能 从来没有降 不保存 还贵 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 大家一方面说保健品没用 一方面自己其实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对 我觉得盲目抵制也不太 也不太对 对 我是觉得 而且有时候这个我不知道说这话对不对 就是我不是很喜欢唯医生论 你像医生他各个科室之间的知识壁垒其实挺严重的 你骨科的大夫他就是看不了心脏 你不能说骨科大夫说的所有话都是对的 没错 你像我们家人去医院 说你这个贫血现在有点严重 我说那怎么办呢 我心里知道是要吃铁园这种东西 或者说你日常饮食你给我指导一下 吃点动物血 大夫不会告诉你吃红枣 你怎么知道 我是跟你说过吗 真的 我说那吃什么 熟悉问过你啊 然后他说给他那个平时多准备点那个红枣 花生皮熬汤 叫五红汤 这是肿瘤医院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方子 我当时一句话没有多说 我跟医生抬什么杠呢 对吧 我该给我爸补什么就补什么吧 对吧 最后你补的是什么 然后我就问那个护士长 我就问他 我说给我爸准备点铁园行吗 他说你还知道这个 那准备这个是最好的了 正经营养师 这个护士长 你太不明白 所以当时好多人都问我说 你学食品有什么用 我说这个 学这个对生活 对生活指导简直是太有用了 不能更有用了 你谁都可以不干任何事情 但是你不可能不吃饭 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应该除了相信医生开的医嘱 就正常你有病的话 你要去寻求医生的救助 然后他给你开的医嘱 除了你要遵守这些之外 你还应该本着这个学习 这个叫什么呢 态度吧 多去学一些 因为这些知识是开放的 对 对 看看书 并不是很难获取 你真正你到底需要什么 你到底如何正确对待生活 是用什么样的态度 什么样的方法 想获取这些不难的 而且也别追求什么女人不丑 男人那个不快 这个我觉得这太太蠢了 这种说法都 对 为什么录这期节目 其实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位朋友 然后找到我们说 你看现在健康保健品等等这些问题 我们觉得问题还挺多的 但是他是谁呢 他是做这个营养补充剂的 工厂是在新西兰 然后说你们能不能通过你们的节目 给这个补剂这个事 咱能够让大家把这个认识正确一下 咱不能说卖我的货 不是说这意思 对 但是能不能说通过你们的节目 把这个事好好地跟大家讲一讲 这个因为也是你们的优势 别管是有博士 还有营养师 是吧 这是你们的优势 能不能去给我们提了一个选题的建议 我也觉得好像是行 所以才有了今天这期节目 当然了 这期节目应该算恰饭 是吧 大家如果觉得讨厌我们下饭 可以现在关了 不要往后听了 就够了 前面说的肯定都没有问题 这是我们从学术角度的一些认知 对 其实我们单纯做口播更省事 但是 我前面给你播一段不就 对 实在不想干这种事 对 所以后十分钟可以给大家讲讲他们这个产品 这个产品我可以提前给大家声明 我给他录这个节目 定这件事情是一个月之前了 为什么现在录 是因为我说你把产品给我寄来 我们要吃 吃完了之后 我们觉得它有用 有一说一 有一说一 我们才会给你播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也跟他们的 不管是研发还是产品 都进行了很深入的探讨 对 别管中国的美国的 反正这个 蝉虫博士给他challenge一通 反正是给他们问的 已经压口无言了 但是 好在所有问题他们都答上来了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 确实他们是在这里上是有研究 没有收智商税 对 所以我们才愿意把这个产品 跟大家聊一聊 对 这产品叫什么 说英文吗 哎呦 这个英文挑战太大了 athletic greens 对 有 athletic greens 回头我会把这个品牌 放在咱们show note里 它在中文中国的名字 它想叫ag 绿粉 小绿粉 想叫这个名字 因为它中文名 一直没有起下来 但是这个品牌 其实在国外 其实卖了好多年了 我知道在国内 也有很多原来我们国内的知道 懂这块的营养师等等这些人 会通过海淘的途径去买 很多健身博主也会买 对 他们会买 他们知道这个东西 如果研究这些营养品等等这些东西 他会知道这个东西有用 所以会买 但是今年他们开始进中国市场 就可以在国内卖了 但是他也通过跨境电商行事卖 但是反正是我们更容易买了 从天猫上 我们现在就可以买到这个东西 对 所以呢 他们也想说 通过我们的节目 第一个 第一个首先的目的 还是说给这些东西 正正名 这个很重要 别大家天天交职商税去 但是你说不好的品都没用 我觉得这事也不太对 通过我们的这个实验 我觉得好像还行 对 好像还行 一个多月的人体实验结束了 对 人体实验结束了 我们才敢录这期节目 首先我说我的感觉 一会儿大家可以补充 我说我的感觉 第一个就是困扰我 我唯一困扰的 就是一个睡眠问题解决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没有这么多科学大道理 我只能说直观的 说解决了 从数据上来看 有一个小米手环 是吧 我看了一下睡眠质量 确实是从数据上量化可及的 对 这个我觉得不是单纯的感觉 就是你的深睡的时间明显在提升 而且我做测试了 我吃的时候 不吃的时候 然后我继续吃 继续不吃 继续吃 他那个数据是明显 我们能看到是有波动的 证明确实是他的效果 不是因为别的因素带来的影响 对 朱峰他之前的那个小米手环 那个数据给我秀过 是60多分 就是刚刚 只要一吃那个超过5天 马上就80多分 对 他每天都是60多分 你想他就翻来覆去 在睡眠问题上有多严重 你们也知道我们在睡眠上面下多少功夫 买多少东西 对 对吧 但是现在的话 他那个我专门看了他那个手环 每天都是80多 对 80多的话 已经是一个相当优质的一个睡眠质量了 对 我相信这个牌子应该跟小米没什么 应该是没有 这个事呢 有脸 对 这个事有俩原因 就是第一个呢 我换了一个糖枣的枕头 有一定效果 对 我那个在糖枣那期节目里也聊了 双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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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 对 但是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 就是我把这个 我为了避免这个问题 就是糖枣确实是 也是有这个原因 你现在做了几组实验 对不对 我是做了几组实验 我把这个枕头去掉 我接着吃这个小绿粉 还是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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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明说 反正这个枕头和这个小绿粉 都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 但是小绿粉在里面起到了 还是比较关键的一部分 所以你觉得 它应该是哪一部分 起到了你改善肺炎的质量 我不知道 反正我就觉得它吃的有效 那具体哪一部分有效 我不知道 因为珠峰 它是从 一直就是有贫血的症状 贫血的就是 它就心跳会比一般人要快 它平均的心跳是快一百了 像我的心跳 平均心跳是五十出点头 它几乎是我的一倍 但是明显感觉到 它吃完这个以后 心跳降下来了 说明就是 贫血这个症状 已经到八十到九十了 对 所以我怀疑 它可能是里头有一些补铁的成分 但它吃别的吧 吃铁片 它后来停了 我之前给它买件补剂 它都停了 它贫血 贴密 这铁片容易倒是贴密 它贴密 然后它每次排泄出来是黑色的 然后还 那吃铁就是这样 我吃完血也是这样 对 所以说珠峰就后来就不再吃了 我们就一直没有找到特别好的一个替代品 但是它这个 但是这个没有问题 AZ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它里头有那个膳食纤维素 然后它有一些什么 医生源 对这个东西 它就正好 正好 我觉得特别适合它 这非常一个直观的一个感觉 它一睡好 对我也有好处 你睡得也好 对 我就不会说是一直跟它一起翻来覆去的 对 这是对于我来讲 其实我没有别的问题 就是这个睡眠问题确实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它确实从测试上来讲 对吧 我解决了 我的感觉就是符合的这种补剂比单一的补剂更容易让人感觉到这个效果好的原因也在这 就是一你可能不用太担心过量的问题 再一个就是它有这个符合的一些复配的一些效果 符合你指的是复合 对复合 不是复合 复合的一些效果 它就能 比如说它能缓解一些它可能带来的症状 好像维持这个血糖水平也有利于这个改善睡眠质量 对 因为比如说你睡前吃东西 会造成血糖波动 就有可能导致你睡不好 我很明显 我只要睡前吃 那为什么每天晚上我都被饿醒 然后你血液中的这个脂肪酸含量也会对你的睡眠是有影响的 它可能会就是通过一些 它里面提一些天然物质会改善这个血糖的 就帮你维持血糖平稳 对 变化不要太大 对 然后我觉得还有一点靠谱呢 就是我们这位这个AG小绿粉的这个客户啊 明确的要跟我们提到几点 就是你千万不要给我们宣传歪了 对 你一定不能宣传我们是带三分 我们这个不管饿 我们补不了那个衡量的 但是不管用 对 就是比如说 保护感一般 蛋白质啊 碳水啊 这个我解决不了 反复强调 就大家一定要按时正常吃饭 对 这个我觉得挺靠谱 第二个呢 跟我们讲这个东西 我们不是那种 那种 这叫什么 比如像膳存啊 这种东西 我们不是那种符合维生素片 我们这个还是说有一定的这个天然的 这个成分的 它在压成片的过程中 可能会添加很多东西 对 对 有胶啊 它才能压上 这个它是希望我们强调一下的 不过它是牺牲了一部分口感 是牺牲口感 你得先说它是个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拿到之后我特别奇怪 就是我觉得特别奇葩的一个产品 我打开包装呢 是一个兜 这个兜打开呢就给我呛着 它是磨的非常非常细的一个绿色的粉末状的东西 这个大家可以去B站去找我们的视频 我回头会发一些视频 给大家看一下那个直观的那个感受 就是特别暴腾的那个东西 对 冒烟了 对 然后这个东西你怎么喝呢 就是把它 它给你配一勺 把它勺换出来 然后兑上牛奶或者水都可以 但是不能对咖啡 它说 对 因为那个多分物质跟它这个会相互作用 对 多分是咖啡里的 咖啡和茶都是 所以要避免喝这两个东西 对 比如兑奶 我现在比较这个厂中是兑奶 然后它还送你一个摇摇杯 你倒到杯里一勺这个 然后一定的80克的 12 8到12盎司 12盎司的奶 然后摇 把它变成什么 混悬液 他特别像我之前吃那个蛋白粉的感觉 C哥 因为它这个东西没有办法溶解 它其实溶解不了 就是让你更容易把它吃下去 你如果直接塞这个粉的话 你会噎着 对 然后你把它喝掉 就可以 一天就这么一勺 就可以了 反正给我的感觉 就是我刚才也说了 就我的痛点没有这么多 所以我感觉就 不错 所以可以给它 而且我是觉得 他们所宣称的 让我们去注意的这些点 也是我比较在意的 比如说刚才说的 你一定不能宣称我们是大气酸 一定不能宣称我们是 能解决亚健康 就这一点特别打动我 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保健病 很诚实 非常诚实 对 他也说我们是有缺点的 我们不能补一些 比如说蛋白粉粉 这个东西我补不了 蛋白这个东西我补 有一些我没法 给它做成粉状 我其实补不了 鱼油 我解决就是溶于油脂的东西 我通过粉的形式都补不了 这个我解决不了 你找别人 我可以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粉都是什么 要么就是 它基本上是有那么几个大的部分 一个是天然的蔬菜水果 干燥以后打成的粉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矿物质 因为我们现在其实补的很多的 就是咱们吃的钙 其实大多数都是天然存在的碳酸钙 只不过是粉碎的程度不一样而已 它这里面其实也主要是以这种矿物质的粉末为主 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医生园这些 就是医生园我们现在能吃到的 基本都是发酵产生的 然后也是通过生产完了干燥 出来的这种粉末 然后还有就是 医生园就是刚才解决这个 食物 排便问题 排便问题 对 然后它里面其实还是有益生菌的 但是这个益生菌呢 它是通过发酵也是 然后再经过一些保护 然后去干燥成粉的 所以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么几个大的来源 然后呢 因为它是有甜味的 所以应该是我们推测应该是加了甜味剂 因为没有糖 对 有很多人对这个甜味啊 比较敏感 我吃其实还行 我也还行 对 但是有的朋友 我听我也调查一下 就吃过他们这个产品的朋友说 这个甜味有点冲 不太适合中国人的口味 对 这个确实是 我觉得还好 因为它每次就 我也觉得还好 我觉得有点果味 还行 我觉得还可以 它能够吃出来是一个 就是它蔬菜跟水果 它本身的那种草的味道 对 其实我觉得 用奶冲的口感比用水的好多了 那肯定是 所以说我每次用牛奶 它并不是为了 就让它口感好一点 它蛋白 对 它就是为了让它能够喝下去 因为它其实用水 我觉得 SIGGLE上次喝了一杯不太行 但是我觉得我是OK的 它没有这么难喝 口味这个东西 每个人都一样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或者说我不觉得它难喝 它就是 我不知道喝过清汁没有 我觉得它就是 比那个要好喝很多 对 它并不是咽不下去 它就是一瓶果树汁 那种感觉 对 有点像果树汁的感觉 它果树汁的话 它就是残渣会更多一些 果树汁的话就是水 对 反正它给我拿了一个list 这个list有好几篇 就是它里面是有什么成分 它都写得非常详细 非常详细 特别详细 就是基本上我看了 除了这种 溶于油脂的营养物质 我没有办法补 蛋白质这些东西 没法补 然后洪量的这些 比如说碳水 这些东西 我没法补 其他的东西 基本你每天所需的东西 都在里面 差不太多 主要的微量元素 再有更全的 其实也没太大必要 对 这些它列出来的 基本上就是你应该需要的东西 而且它这个东西 我比较看重的 就是都是植物成分 就是把植物或者矿物打碎了 直接放里头 它没有太多化学合成的这些 但是具体就是说 化学合成好 还是植物好 这也是人者见人知的事 是吧 我只能说我直观的体验 确实好使 就是你看我刚才说 我之前吃那螺旋 吃了就发烧 倒是证明它有用 但是不好使 它没别的作用 但是这次 其实算是我历史上 吃过的 所谓的保健品里面 最好使的一种 确实我能够立竿见影 也不能说立竿见影 一周之后 能够看到一个 比较明确的一个效果 我是立竿见影 是吗 那你可以说是 因为我在这方面的缺湿 还是挺严重 我自己能意识到 你是个肉食中 对 就是你看那个 就是说弹湿体质 是因为你是什么肉吃太多 什么就是粮食蔬菜吃太少 其实不是 你碳水吃多了 是会方便大便成型的 所以你如果平时碳水吃的少 肉吃的多 就是会不成型 这是很正常的 那可能对我来说 就可能排的不是那么顺畅 这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痛点 就算 它可能不算病 也不治命 但是我会觉得不舒服 然后我吃它也就是第二天 这么明显 真的特别明显 所以我感觉我这块的问题 是很大的 它直接就解决了我这个问题 它对我其他的 没什么感觉 就是它其他的改善 在我身上不是很明显 但是就是排便这块 第二天 一个是颜色 它是淡淡发绿的 对 一个是颜色 一个是形状 就顺畅程度也是 就是这三点 而且还会很规律 对 非常规律 很规律 对 因为我感觉我跟莉莉都是那种 就是我们也不是特别care 就是一天必须一次 还是几天必须一次的人 但是吃这个确实是会一天一次 关键是我做了对照 我 你也是 对 我买了其他牌子的医生 他还买了其他牌子的医生 对我那天给他看了 没有用 就对我 你哪怕你产生个负胀也行啊 也没有 因为一般像这种东西 它不被人体吸收 它不影响血糖波动 它会产生气体的 很多时候确实是一个综合问题 而不是单一问题 对 单一补一项可能 没法得到那个效果 对 它就是单纯的医生员 对我来说就不行 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东西里面 AZ里面的 有些什么其他的东西 综合对我产生了一些作用 反正我是做了两个实验 一个是停掉小绿粉 就是不行了 但是不是马上不行啊 就是 咬几天 对 然后再有就是用其他牌子的医生员 也是正规厂家的 没有问题 还挺贵的 对还挺贵的 包装什么的都特别符合规范 就是没有用 然后你再用回绿粉 又有用了 其实我还有点挺害怕的 怎么那么有用 怕产生依赖是吧 可能这说明我的日常 日常我的习惯 确实在这方面是需要注意的 它会对你有一个提示 就你在这方面是缺乏的 对 因为其实如果做到膳食平衡 按照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那个宝塔 你把这些东西全都吃到 加上合理的运动 你确实不需要额外补充什么东西 没错 但是大部分人是做不到的 所以可能就是你需要补充 这样一些东西来帮助你 尽量达到这个平衡的状态 经文 津津有味主持 什么著名 不能叫著名 非著名营养学家表示 自己都吃的不是很健康 哎呀天呐 说起你有什么效果 我觉得就是 刚才我所说的那个就是 所谓的隐含里亚健康的 这个状态 我会稍微有一些不一样的改善 就是说我现在可以每天 睡七个小时以后自然醒 自然醒睡间很熟 你原来是怎么着 就上到表 从七点钟上到八点钟上到九点钟 然后又不停的闹两个小时后才能爬下来嘛 现在的话我是说是就自然到那个点 我就 我就说明睡眠的质量提高了 因为我睡眠质量一直就还好 所以说我不太知道说是会不会改善睡眠 但是我是知道我睡够了 睡够了以后第二天的白天的话 在高压的工作情况下的话 我会稍微不这么有疲劳感 这个是真的是有的 然后还有一个很直观感 有一天我记不记得你 让我就胃口不舒服 我当时怎么着 不消化还是怎么着了 然后那个 我让你说你跟我找一点什么药 然后你说你去喝一罐这个去 然后当时那个胃口就开始蠕动 就开始消化了 我当时我忘了 当时是一个一些什么症状 他反正就说里头肯定是有一生菌 然后可以就是刺激我的肠胃 然后这个我印象是特别深刻的 对 然后就是你说说那个排线的问题 我确实是觉得 之前怎么说呢 我跟莉莉就是说 这个营养师的那个包一起去 每天吃饭打卡 比如说每天要吃多少蔬菜 多少碳水 多少的蛋白质 这个就是在工作现在越来越忙的时候 我觉得我可能做不到了 对 可能是会有这种情况 对 我可能每天之前 我在家上班的时候 我一天做三顿饭 OK没问题 但现在的话 我一天可能最多只能在家吃一顿饭 就是早饭 那午饭和晚饭 我都需要去点外卖 你要外卖 如果能够达到你所说的那种健康的标准 不是很容易 不是很容易 包括我现在还有继续要减脂的这个要求 然后还有就是说要补充足够的三顺纤维 我可以去通畅的排便的要求 他那个蛋 我可能得花很多钱在不同几家的外卖 然后一块 定超过来 买几份挑着吃 对 那样可能才能达到他的要求 可能还会浪费一些东西 对 然后就这个条件是很难很难的 你说一天两天 我觉得可能走点脑子还行 如果要长期让我这么去坚持 我觉得可能会没那么容易 但是他这个我觉得就是在 就是说你明明知道自己 可能达不到某些情况的标准的时候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产品 而且挺省心的 对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 我对于这个产品的需求 很重要的一个点是出差 对 没错 因为出差的时候 不仅吃不 不仅吃什么 不由你自己控制 什么时候吃也不由你自己控制 对对对 包括需要就是长时间开会的 对 然后压力又很大 这种情况下 你不仅要跟得上营养 还得跟得上精力 这种情况下 可能对这种东西的需求 就会更明显 对 所以说我觉得他在我的这个认知过程中 他并不是说一个必备品 就说你每天没了他 我就死了 那不可能 但是说我是觉得他在我某些情况下 我做不到的时候 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补充剂 就像C哥 比如说运动完了以后 我可能马上要吃碳水加蛋白质 但是我没有的时候 我喝一汤碳白粉 我就做替代了 对对对对吧 但是这个就是说 我可能这几天 我都没有办法补充大量蔬菜的时候 我一勺 它相当于是R4片 微符合维生素的量 对 就是马上就是说 我能够补充到 我自己应该要补充的那些东西 对 这个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 就你不用一片 一瓶一瓶的去自己去排列 去找了 而且那种你单去补充这些的话 真的有可能剂量控制不好 对 你像水溶性的 就排出去也就罢了 脂溶性的就不行 可能会积累伤害 对 反正他这个AGE呢 除了我们能够感受到的这些 看起来我们几个都挺健康的 就是没有感受到其他的效果 是吧 但是他能够改善的东西 其实他给我提了很多 但是在这里呢 由于我们并没有体验到 只能是给大家罗列一下 供大家参考 是吧 比如说他能够 这个就我觉得第一项就特别牛逼 说降低吃超加工食物的冲动 这个我觉得确实 他跟我说的就是 你们一定不要宣传我这东西能减肥 我不能减肥 对 我只是给你补充营养素 事实上你营养均衡的状态下 你减肥是一个最终的结果 我觉得其实你要从某种程度上说 他也是可以辅助减肥 或者说帮助你做一个助手 我觉得是OK的 很多时候馋是因为身体缺东西 缺东西 没有吃够对吧 没吃够他该吃的东西 对应该的东西 但就会导致我们人会瞎吃 对而且降低吃超加工食物这个冲动 很有可能也是因为 它能缓解你的压力 抑制压力激素的分泌 再有一个就是增加抵抗力和免疫力 降低疑劳感 我今天确实不怎么容易生病 一个是不敢病 主要是不敢病 下半年换季的时候 有几次是发烧了 我在旋里说过 体温感觉明显的是发冷 就感觉第二天要病了 没有一次成功病的 就是因为戴口罩 勤洗手 其实是 这我不会直接画等号 但是确实我觉得 比以前好像结实一些 其实这个事 从我们运动上来说的话 比较直观的就是不维C 对吧 它这边肯定是含有维C 维生素比较充足 尤其是它的维生素 还更全面 不光是维C这一种 对 所以这个来说 应该是新得过的 还有增加皮肤光泽 坚固头发和指甲 我觉得这应该算一类 对吧 皮肤光泽和 美容类 对 皮肤极其衍生物 对 这个可能得需要长期吃 对 才会有一些持续的改善 对 其实他们自己工作人员也说 他们可能有的人 想达到某个功效 要吃几个月 对 还有就是你可能 你少吃超加工食物 你少吃过糖 这是一个综合的 一个作用的结果 它的皮肤的状态 就会越来越正向的循环 对 其实我觉得像我那个反馈 听上去还比较危险 其实正常的反馈 应该是像你们这种 就是日积月累的 你会在自己身上发现一个 比较明显的一个改善 就是凡是一种东西 他说我明天我就有效果 那真的其实还挺 没有 就是对你当天就有效果 但是我觉得我是一周两周 因为我现在已经吃了一个半月了 才有 就是说觉得确实是 现在一笔跟之前的状态不一样 那珠峰也是连续吃一周 然后睡眠又改善了 我现在就好焦虑 因为我断货了 我觉得主播能复购 也证明这个产品是 真的 我已经喝两盒了 但是我现在真的觉得 现在我会觉得 如果我没有它 我可能会没有安全感 就是万一突发情况来了 对 我怎么办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咱们平时说话 还算比较谨慎吧 算爱惜羽毛的 但是我真的现在觉得 这个东西确实像刚才说的 它会给我安全感 我是觉得 反正效果还是可以的 还有什么加速伤口愈合 降低口受发生频率 然后增加活力 清肠通便感 是你说的 是吧 改善皮肤状态 减轻体内炎症特征 种种吧 反正给我感觉 没别的缺点 就是贵 我一直没复购 也是因为 有点贵 什么价呢 大概就是30天装的一个产品 日常价大概是758块钱 700多块钱 平均到一天也还好 如果你厨一下 平均到一天还好 我觉得这个东西 20块钱 因为它用的是有机蔬菜 你买这么多菜就花多少钱 你就是买普通蔬菜 可能花不了多少钱 但你要换成同样的东西 你去超市 高级超市买有机蔬菜 可贵了 而且人家还给你干燥完了 都不用你自己点火了 一刻可能得一把 是吧 对 这是一个问题 再有一个 我是觉得这个东西适合什么 其实就是适合咱们的这些朋友 就是咱们挺有这些朋友 就是平时工作特别忙 吃外卖 对吧 你这些东西 其实是没有办法 完完全全的去补充的 还有那个成全特别懒 你知道懒得什么成特吗 你不能说程序员懒 你这个就拉出份 就是吃的 我觉得吃的方面 图省事 图省事 它就特别规模化 你知道像你的那些学员 大部分都是程序员 他好多跟我要食谱的 莉莉姐 你把那个一周七天食谱 给我写好了 我照那个买 莉莉姐 你把这一周七天的菜给我做好 我找你去吃 这话我说过 这你根本就不想 说是要食谱 说过来吃的都是好的 还有说你能不能出一个服务 直接我买了 你给我快递过来就完了 对啊 上次我跟我们从学院去吃饭 就每天中午吃什么 他们几个人特别愁 只要有一个人说想去吃什么 他们就跟着去吃 根本就不带去点其他菜的 你点什么 那六份一样的 就是根本就不想为这个浪费任何时间 所以这个其实给他们一个 完整直接的一个解决方案 其实反而会比较减少他们的选择的焦虑 反正我是觉得这些程序员们 你一天 比如你全天你都吃外卖或者在公司 其实我觉得你们那些公司市场 我都去过 什么百度的滴滴的 这些食堂我都去过 你们再吹牛逼 说你们时常做的营养就好 它也不太可能 你也毕竟是大锅出来的 对吧 其实跟吃外卖没有什么大的差别 你如果一天能来这么一勺 这个小绿粉 我觉得还行 还有吃若饭 应该会直接补充 对 若饭这件事 我是觉得如果你吃若饭 我倒不太建议你吃这 反正他宣称 他宣称他已经够了 就别吃了 但是我们针对的是 对吃饭还是有一点追求的 对口不直于 就是咱今天聊到节目 还是说我面向口不直于 有点需求的人 是吧 你要是天天吃若饭 说你们说这些东西 我都问你 我吃若饭 那你别听我们节目了 特别的 它是跟若饭之间的 那个就是 东西还不太一样 若饭应该是主要是 三大营养物质吧 对 对吧 碳水 脂肪 蛋白质 这个比例是合适的 其实咱们现在很少说 是在那个市面上 看到有现成 那就是说维生素的 这种补给 对 除了符合那个 这个 你叫什么 膳存以外 它其他的话 都是什么蛋白质补剂 或者是什么鱼油 就是什么 就都是零散 对对对 它这个是 我觉得维生素的补剂 是做的比较全面的了 对 它跟那个若饭 我觉得是一个互补的 这么一个 一个非常 对 关系 我是觉得有时候 你要追求美味 你肯定要牺牲一些东西 因为大部分美味的东西 糖油混合物 是不是 在这个维生素和矿物质这块 一定是确实的 不会有人把香菇油菜 跟米饭和在一起 管那个叫糖油混合物 这有一箱肉丝配 对 一箱肉丝拌饭 所以我觉得接受弱饭的人 应该也能接受它 而且它比弱饭更简单 反正就一勺你兑着牛奶 反正就喝了 对吧 饿也不平 我觉得可以试试 而且我是觉得 刚才说了 一个月的分量挺贵的 700多 但是如果你觉得 我试试吧 对吧 也有办法 它现在特别给咱们开发了一个 叫10天试用状 10天的量 你先尝尝 先试试有没有效 先试试有没有效 我觉得这挺靠谱的 这也是我给他们建议 我说你别一下子 花这么多钱 反正10天对我来说 绝对是足够能看到效果 我觉得很多人可能能看到效果 我觉得你试试 也不会 什么呢 我是觉得 可以跟大家说一下优惠了 带带货 大家如果感兴趣 就可以去买 如果你觉得 这些东西就是智商税 别买 千万别买 而且真的 你试过10天 你发现没有用 可能也是好事 说明你很健康 这个不能主观的下定义 对吧 可以这么想 不能主观的下定义 就是这个东西 在于个人感受 对对对 在于个人 我们只能说出来 我们的个人感受 比如说我睡眠改善了 莉莉的排便改善了 然后书齐的精神改善了 对吧 这只是我们的感受 我不知道在你身上 能发生什么 会发生的 我不知道 对对对 很有可能 你停了10天之后 你就会发现 确实是不一样了 也不一定 吃了10天 你再停掉 你肯定会有一些 多多少少的感觉的 那我们程序员 我们就发挥一下 我们这个精神 对吧 可以重测一下 是吧 重测有好处 我可以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价格 它现在有一个天摸国际旗舰店 因为它是海淘 就是属于说你下单 它从境外给运用过来 属于走跨境电商这个渠道 所以它只在天摸国际上有 然后它有一个礼盒装 就是30天装的产品 包括放产品的一个罐子 再加上摇摇杯 卖多少钱呢 这30天装啊 卖758块钱 就是你除一下 就知道多少钱了 对吧 但是 这不马上双12的吗 双12的活动价是658 便宜不少呢 其实 便宜100块钱呢 便宜100块钱呢 然后如果你觉得 你要试试 有10天的试用装 也有摇摇杯 那太划算了 10天多少钱 298 有那个罐子吗 那个罐子其实你复购的时候没什么用 对 其实没有 因为10天那包装很小 不是 一人一个当泡面吧 特别合适 没有啊 10天的没有罐子 但是有杯 有那个摇摇杯 日常价多少钱 298 10天 就是一天29块 30块钱嘛 双12 活动价278 这都是你在天猫国际 你它那个官网上 官方店 你去下单 就能拿到这个价格 但是 又要说但是 你找客服 点他的汪汪 说我是津津乐道的听友 当然会有一个口令 是不是 就告诉他 我是津津乐道的听友 就够了 这个时候 他会给你一个特殊优惠 特殊优惠是什么 礼盒装 638 30天 就刚才 如果你双1200是658 礼盒装 如果我们听友638 再便宜20块钱 10天装 试一试 238 也就是一天23块钱 试10天 对 238 你先试试 对吧 那我也等到那个时候再说 对 你们听到这一期节目的时候 就可以下单了 就可以去下单了 然后 然后大家从天谋国际旗舰店 就是从天谋国际上去搜 那个AG 就是我会把这个天谋国际的这个网址 他店的网址 这些信息呢 我都会放在我们的收到的里面 大家可以点击 如果你是通过其他的国内的第三方平台 因为我收到的是放不了链接的 那就请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金金乐道博客里面 回复AG 两个字母就可以 A是ABCD的A G是Google的那个G 回复AG这俩字母 我就会把这个 他的天谋店的这个 这个小海报 网址 我会发给你 然后呢 你跟着这个指引去购买就可以了 也算我们带点货吧 但实际上人家没给我钱 没有提成啊 你买多少 你买100 1000万个 我也没有提成 不是这个没 我没有找他要提成 只不过单纯的 我们觉得这个产品还不错 给大家退一退 而且呢 我是觉得最近保健品的节目 有点飘 我们还是想跟大家好好聊聊 所以这个节目前半部分 才是重点啊 就是给大家聊聊 怎么正确的去选择 这些所谓的保健品 营养补气 破除一些智商税 包括你知道智商税 很明显的 像是燕窝恶交 和一些不明显的智商税 但是它也是智商税 比如你买的各种 什么马卡呀 之类的 对吧 也是智商税 反正有的是打着药的旗号 有打着这个保健品的旗号 甚至刚才这个产众说 还有打着食品旗号的 就是给大家增加一些辨别能力吧 是吧 不是保健品都没用 是因为国内的这个宣传歪曲了这件事 对 让大家觉得这个东西都没用 变成两个极端 一个是韭菜 一个是全面用 一味的否定 其实都不对 对吧 还是给大家传播一个正确健康的 这样一个思维方式 看待这个保健品的方式 这个才是我们节目标 节目标不是带货 你们愿意买就去买 你们不愿意买 我也不会亏一分钱 是吧 跟我没关系 这个事 但是你们愿意试试 我还是比较推荐的 确实这是唯一一个我释出效果的所谓的保健品 差不多 我也是 对 行吧 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这期节目我们又超时了 我又要编辑一下 我要编辑一下 大家还有什么要补充吗 没有了 对 我们如果对这个知识什么的 如果再有需要补充的 我们可以再来一起 可以再来一起 大家可以在小宇宙上面给我们留言 是吧 然后可以告诉我们 你们对这期节目反馈 以及后面你想听 我们亲亲友会跟你们聊什么 对 对吧 我们这期这样 咱别光给人家邮会了 如果你在小宇宙的后台 给我们留言的话 我们会抽出五个最有价值留言 送出我们节目的纪念品一份 冰箱贴吧 好吧 送出五个冰箱贴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这期节目 还能帮助到你 或者你有跟我们有一些功名的话 可以给我们留言 好吧 跟你买不买东西没关系 不买也可以 不买也可以 跟买东西真没关系 我真的一份 一份没有 好吧 行 那我们的这期金金友会 就先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听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 同时您也可以收听 我们制作的更多播客节目 科技乱顿 品质生活 金金有味 厂长来了 拼娃时代 串台 科技先生和蓝海之下 在您收听的平台上 直接搜索 即可找到以上这些节目 如果您觉得我们的节目 对您有帮助 欢迎以购买周边产品的形式 来支持我们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金金乐道播客 天津的金 欢乐的乐 道路的道 进入周边产品菜单 购买即可 如果您愿意参与我们的更多讨论 可以加主播的微信号 DAO160301 加入我们的听友群 本节目录音设备 由罗德麦克风 有请赞助